龟一师一开始先跟听众朋友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然后因缘际会之下 就是因为本来就喜欢创作 然后以前在某些网路上会有一些文章发表 那因缘际会下 宝瓶的编辑看到了 那他就来邀请我写我的第一本书 那应该是三年前之左右的事情了 那本书是叫做《男人玻璃性》 因为他那时候想说房间写女性的书比较多 或者说写给女性看的书比较多 那比较少去探讨男性的书 那他就想说 试着邀请我从这个角度写写看 所以就开始写 那从那个契机开始之后 所以才有现在这个第二本书这样子 等于三年前出版那本叫做《男人玻璃性》 然后今年的这本书是拥抱脆弱这样子 那我们在看郭医师的书 其实里面少了很多比较所谓的精神方面 比较教条式的一个东西 反而多了一些文学内在的一个东西 是跟你个人的兴趣有关系吗 你对文学哲学这方面比较有兴趣这样 对 其实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是写 有点偏文学性的东西 对 只是说它的素材 可能是我的生活 或者说我平常想的事情 所以最早编辑看到我的文章 应该是像这样子的一些 类似短篇小说的东西 那只是说编辑会有它的需求 因为它希望写的是某个方向的书 然后希望有一些专家 类似专家意见 或者我们平常的经验上的分享 所以第一本书的时候 会比较多一些 跟它讨论之后 来回讨论之后 会比较多一些我们的建议 或者说我们去 如果去解析这样的 这样一个人心的角度去 那第二本书就比较有趣一点 第二本书之后 我们又进一步讨论 又觉得说可以让这个写法 是不是再有弹心一点 再自由一点 所以就跟其他的书会比较不一样 编辑有点重 我就找我自己的方式去写 对对对 所以我就尽我的惯性这样子去创作 然后当然也是把我小说的一些东西 隐含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是透过你过去有些病患的一些个案 然后把它延伸变成小说的一个手法来呈现就对 也不完全是过去的个案 因为通常我们 因为经验科医师 我们有一个伦理就是说 我们并不能把个案的故事写出来 对 因为那个是蛮 隐私的 蛮侵犯隐私的 或者说伤害个案的事情 所以我的经验是 我比较是重新创作 比较是重新创作 那只是说你问我说 这个东西我怎么想的 有些是联想 有些是可能是几年前 或者某次的一次对话 或者我的生活周遭里 因为对精神科来说 其实我们每天接触的个案就是人生 所以整间内整间外接触的东西 说猜信很大 有时候也没有 所以是这样子拼凑起来的 然后去讲我想要讲的事情 因为每天你都在听故事就对 对 整间你在听故事 那其实看小说也是看故事 对 那很难去区分到底哪个比较像小说 因为常常整间你的故事 比那个电视霸电档还离奇 更夸张的都有就对 对更夸张的都有 所以这个三个章节 每个章节就是五篇 然后十五篇 等于算是十五篇短篇的小说 然后只是说 跟你的本科有点关系 这样子精神本科这样 我擅自把它定义为小说 但是可能还没有到那样的水平 只是说写法会比较偏向那样子 对 其实这本书看起来就是 会让一般读者觉得更容易读 对不对 因为这个多了一些 比较情节的一个银行情节的一个铺层这样子 并不是那么生硬 就是直接讨论这个他怎么样受伤 然后你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建议这样子 对 看你从什么角度 因为有些人喜欢比较SOP式的那样的书 有点像工具书 但是我自己认为 在处理人或者人际关系 人形方面其实很难有SOP 比如说很简单 简化的时候怎么做怎么做 对 那所以用故事呈现 或者会有让你有不同的形式 或者不同的领悟 那更重要的是可能从里面你得到一些希望跟力量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就是看完书之后 有一点疗愈的一个效果就对 对 而且你从故事里面发觉 可能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的灾难话 或那么的悲观 那事情的角度并不是只有单一的 比较像是这样子 郭医师要不要挑几篇来跟我们稍微再详细的聊一下 比如说这个油漆这篇我看的蛮有感觉的 一个油漆公的一个婚姻故事 油漆 我可以先说为什么要写油漆这一篇 好 对 就是说因为大概我写的话会有想说的事情 因为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我还是希望说能给读者一些收获 所以在写球系这个 第一个要写的当然是离婚这件事情 对 对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个案困在说 我离婚了我就成为一个失败的父母 或者说我有一个不完美的婚姻 我并没有努力把他经营下去 那我对我的孩子是有愧疚的 我没有带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非常多这样子的个案 那甚至这个这样子的罪恶感 它可能是一辈子的 我看到好多父母亲 他可能即使小孩大了 他都还在偿还这样的罪恶感 罪恶感或者自卑的心态 跟别人比较起来 他觉得我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那罪恶感这件事情就是 它基本上是会消耗我们能量的 是 负面情绪的 对 因为它太过强烈的话 它只有消磨 它并没有让你反省的力量 假设说 假如说这样子的一个迁就 稍微让你有点动力的话 你去做一些改变 去做一些调整 这样是好的 那如果困在里面的话 你反而就有点自暴自弃 然后你的人生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对自己或对孩子 对这个家庭 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所以采用这个契机来写写看 接下来就是说 临床上我们大部分遇到的都是女性 是 对 就是离婚的妈妈 那很多 很多 因为社会的框架的关系 种种因素 很多离婚之后 小孩子跟妈妈 或者就算跟爸爸也是跟着奶奶 对 因为爸爸可能在工作 所以主要照顾着 可能是妈妈或奶奶 那我今天想的是 试着说 那那些单亲爸爸呢 消失了 在社会里面隐形了 其实慢慢的看到很多 也是不少 离婚之后是爸爸在带小孩的 他们也是很多罪恶感 甚至双重罪恶感 我离婚了 那这是一个罪恶感 那我为了工作 我去不在家 我缺席 就是另外一个罪恶感 就少了陪伴这样子 对 就会有类似的 那所以我才想说 那我们这次从男生的角度来写写看好了 那写当然 写当然我是希望都贴近现实 然后现实 现实其实常常呈现的就是矛盾的 都是矛盾面的 不是全好或全坏 比方说这个 这里面的男主角 他前面的座位的确蛮让人愤怒的 我说他酗酒毒薄 这当然是对家庭的付出很少 那这方面的确 他其实的确应该离开他 应该勇敢的离开他 对就该离婚 没错 我也就像他太太说了 他如果再跟着他下去 他会自己都没了这样子 前面是这样子铺陈 可是后面 这个父亲的确他有心想要改变 他也说有没有改变 他改变之后他还困在罪恶感里面 是 对 那因为我看见了他有想改变的动机 所以应该是去帮助他慢慢走出来 那不论对他自己 或者对他跟孩子之间互动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所以我才在强调说 其实离不离婚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家庭里面的感情气氛 你跟孩子的连结 那个才是重点 你如果离婚之后 彼此都还是怨恨 那不断把小孩当作一个交换的仇 或者情绪的一个勒索的一个对象 其实对小孩才是更不好 其实离婚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不管哪一方得到监护权 另外一半都会觉得有强烈的罪恶感 那通常另外一半就会更容易用钱 去弥补他的小孩 对不对 就觉得说我不能赔你 可是我至少给你钱 然后满足你很多物质的欲望这样子 对 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补偿 通常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是如此 就像现在准备过年了 我们就要送礼送红包 类似 就是这个是人之常情 我们真的不太不知道说 因为爱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你说陪伴呢 陪伴的确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陪伴 是 所以常看到小孩再回来 我就带个玩具 你想要什么 你有没有缺什么 类似这样子 经常总是听到这样子的故事 可是那个尺寸如果拿捏不好 其实是在害这个小孩 对 因为小孩 小孩对很多价值观 他其实还没有建立 比较小的小孩 所以他搞不太清楚 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没有是非对错 但是他就习惯 原来爸爸来就是带礼物来 带什么来 所以可能不小心他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 养成这样的价值观 就他没有办法分辨谁的钱该拿 谁的钱不该拿 反正只要有钱他都拿就对 或许他认为说 对啊 大人就是要给我钱 之类的 也是有遇过 对 所以这样的溺爱反而造成小孩 这个以后就更适从而交 反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风险 对这是一个他对价值观 对物质价值观的一个扭曲 是一个让人担心的 另外里面有讲到就是说 其实这个孩子 他这个孩子稍微大了一点 已经国小了 所以他稍微可以表达一些 他真正要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他有跟他父亲说 他希望的是陪伴 为什么不能坎坎看到你 对 其实在这15篇创作里面 其实有一些也是很淡淡生活中的甜蜜 并不是说一定是 所谓的离婚 冲突或者是家暴这样子 比如说像这个烤地瓜这篇 我觉得他就有一种 那种淡淡的那种夫妻 两个长期这样子 相知相惜之后 最后互相包容 这样的一个甜美 对对对 我会试着 让故事有一个比较 比较温暖一点的结局 那当然就是说 你这样 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那你这样子会不会有点脱离现实 比如说总不是 可能大部分都不是 因为大部分人性都很难接受 考验 最后可能都是二言相向 都是困难的 但是事实上 真的还是有蛮多 蛮多不错的结果 有一方释出善意之后 一方另外一方看到 另外一方也做出改变 这是我们鼓励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会希望 借由故事让大家觉得 有希望 事情是可以这样子发展的 那我们可以是可以 这样试着去做的 那的确可以有这样 不同的结果 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个人 先试着算是踏出第一步 善意的沟通这样子 就会有良好的互动开始 对 我都说那很像踩脚踏车 第一步很难踩 但是如果你踩下去 到对的方向 后面就会比较顺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会来找郭医师求助 或是看诊的 一般都是一定是家里遇到问题 不管是现实的问题 或身心灵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 你听到的故事都是不好的 因为好的也不用来找你 一开始当然就是 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身心的痛苦 一开始 但是后来的发展 或结局就不一定 也是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或者说我也遇过好多 另一半在受苦 可是另一半非常支持的 那个支持超过你想象的 觉得很棒 让我觉得很温暖 觉得这个先生会做的太太 很同理 很支持的 有啊 也有很多 像大家讲婆媳关系 大家总是大多认定 认定说婆媳之间 就是一个竞争的角色 总是很难有 真实的良好关系存在 可是我也听过很多 媳妇或者婆婆 她自己忧郁 她因为别的事情忧郁 她来的时候 她在私底下 其实她是很赞美 她的婆婆 或者她的媳妇的 对 所以其实还是很多 人性光辉面 或两三面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尤其在人间 其实很多善良的人 她只是被忧郁 或者交流情绪所苦 但她会告诉 她大部分都是 自责比较多 她怪罪别人 可能其实还相对少了一些 可是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 你认为这个大部分 他们会改变 或者是会走向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是不是真的自己心里 她也要这么做 而不是说 你给她建议她就有用 如果她只是来发发牢骚 那回去过她本来的生活 那其实对 她未来其实也不会有 太大帮助 对不对 的确要有那个动机 的确要有那个动机 你愿意去做什么事情 帮助自己 那就像你 的确有一些格案 她蛮有趣的 她就是来 她就是 就来一次 然后来骂一骂 来念一念 她就说 她没有干嘛 她就是要来骂人 骂一骂就走了 对 她没有想要改 骂完她就舒压就对 对 她觉得她就比较舒坦 OK 她可以再过日子这样子 那 就是说 有些比较困难的解 你如果要解开 当然说就是你要 你要愿意去做 那愿意去做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不是去计较说 谁付出比较多 又不是我错 为什么要我从 我先改变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 那个解就越打越死 所以我常会跟 适的跟个男人说 其实 第一个 你很难去改变别人 你很难直接去改变别人 尤其是你们的关系 如果说 陷入紧绷的时候 对方当然 更反其道而行 不是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愿意做 你很难去想象别人在想什么 你很难去改变别人 所以比较能掌握是自己 比较能掌握是自己 所以 你如果说能 去做一些改变 其实是为自己 不是为这方 是为自己 因为那个东西会回归 其实有点像夫妻 有时候在谈判离婚的时候 如果你硬 或者是你非要什么东西 有时候 另外一边 也许他可以轻松的放手 可是他就会故意不让你 对不对 反而就把这个结局 搞得越僵 这样子 对对对 你愿意激怒对方 对方也会反击 即使那个东西 对他是可有可恶 可是他就可以 故意不满足你 这样子 或是故意把小孩 探视的次数 给你惊到很少 这样子 很多后面都变成 是情绪上的 而不是理性上的 那些 真真强 这样子 其实这个15篇故事 看完 其实到最后 发现了很意外 是居然 郭医师有开 这个书单 跟电影清单 所以这也是你平常 都在关注的事情 对 这个其实 我写的里面 我常常都会 把一些书或电影的情节 顺便写进去 带入就对 对对对 那编辑就建议我说 那我是不是要 刚好顺便就开一些 隐身书 再让大家去看 那其实这个 这个的确是我平常 会看的东西 那我相信大部分 精神科医师的 也都会看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 我们整间里的生活 跟整间外的人生 其实没有差太多 那所以这个东西 跟小说跟电影 也不会离太远 不会离太远 那很多时候 在整间里面 我们做的是 诊断跟处方 对 那没有 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说去跟他做 心理直善 或心理治疗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能会 推荐书单 说这本书 蛮适合你这个状况 去下去写的 或者说跟他讨论说 有个电影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电影 那里面 蛮符合你的情境的 可能会给你一些启示 一些启发 我就直接建议他 去看比较快 那你没有办法 跟他想太多书的内容 或电影的内容这样 对 而且让他去看 他可能比较有 他自己的感触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甚至是 由个案来告诉我们 许多事情的 不是我们告诉他 像我常常问个案 就是说 你遇过一个困难之后 你现在好多 我请教他说 那你当初是怎么 渡过的 你用你自己 什么方式渡过的 这是他的人生经验 那是他的哲学 是我要向他学习的 不是我来告诉他 教他怎么做 他讲完他这个 疗愈的过程 反而对你这个 后面的看诊 是有帮助的 对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故事 就是说给别人听 因为可能不 没办法去经验到 人生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是啊 对 那他经历过 那他怎么度过 这是他的 他很特殊 很宝贵的经验 那如果未来说 我遇到类似的状况 我可以把这样的事情 告诉另外一个人 该怎么做 这样子 或者说让他参考 那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贴近 现实的东西 通常会比较有力量 那样子受苦的人 他会觉得 我没那么孤单 原来有类似的人 也可能曾经跟我一样 这样挣扎过 痛苦过 而且这苏丹特别的是 居然还分一个人 两个人 以及这个全家看的 是有差别的 对啊 不过这个是编辑的巧思 他实在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有想到 那我就想 他有这样子去设想 因为的确有些东西 是适合一个人静静看的 那有些东西的 那个强烈度没那么强 就适合全家一起看 比方说全家看 你可能要跟不同世代一起看 是啊 那有些东西 又是比较像夫妻之间的 适合两人一起看 这样子 龟西来帮我们聊 这个双胞胎这片 这个很多人 如果这个不小心 怀了这个双胞胎 或龙凤胎 一定都会非常兴奋 可是等真的生下来之后 才发现这个 两个人有时候 这个当他们慢慢长大之后 开始有所谓的比较 或计较的心理时候 才发现这个教养 真的不容易 教养本身就不容易 然后其实我在写这篇 出发点就是 在讲公平这件事情 很难公平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自以为公平 可是小孩可能认为不公平 是 对 然后再反过来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的真的是 已经够公平了 但小孩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认为不公平 这时候我们要自责 说是我真的没做公平 还是说去理解到说 是小孩主观的感受 我不需要这么自责 那其实双胞胎 双胞胎是刻意强调的 因为双胞胎太相似 更容易去比较 那如果即使不是双胞胎的话 光是手足之间 就已经很容易在那边 比较公平不公平这件事情 是几乎只要是 有两个小孩以上 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那双胞胎很有趣 就是说双胞胎 它一生出来 我们通常爸爸妈妈 第一个就马上会想到 我要公平 就是什么两个都买一样的就对 对 它就会战战兢兢的 通常就会战战兢兢 不像说老大老二 这样慢慢生 通常它会想说 还不用马上立即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双胞胎的父母亲 真的非常辛苦 不管是心理上的 或者物质上的 都很辛苦 那写这边没有感受 是因为我们身边 越来越多双胞胎的小朋友 那其实也看了很多 甚至也有个案是双胞胎的 发现他们之间 真的是很多 都是截然不同 即使说长得很像 很多基因很像 可是个性上 或者情绪上的东西 这个发展就很微妙 就可以截然不同 所以只是外表很像 可是个性其实真的差很多 对不对 许多都差很多 甚至走上的路也不同 那双胞胎之间 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 算是默契 但是有种微妙的矛盾 有一种微妙的竞争又特别强烈 是是是 他们 他们 很不喜欢别人说他们一样 对 那但是他们又很怕 别人觉得他们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矛盾 那父母亲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 就特别的棘手 有时候 他们如果常常听到 这个跟哥哥一样 或跟弟弟一样 那就很排斥 为什么我跟他一样 我就是不一样 或者是我表现明明比哥哥好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讲我们一样 这样 对 我就是一个独特的人 为什么你总是要把我们两个人一起说 这样子 然后又说 我长得跟谁一模一样 我就长得不一样 为什么你们看不出来呢 也是这样子 对 他们自己比起当然很清楚 可是外人看起来真的都一样 对 外人会觉得很有趣 那他们就会觉得 那你没有操合的看我 但是如果不是双胞胎的问题 有时候这个哥哥弟弟也是会有问题 有时候我们只要遇到两个人吵架 我们就习惯说哥哥要让弟弟 然后哥哥就很倒霉 永远都要让弟弟这样 对 比较传统是这样子 对 所以手指之间的竞争 或者说那个排行 老大老二老三 老妖 妖子妖女 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 因为常常 有一些极端嘛 我们观察到是这样子 老大第一个生出来 特别的被尊重嘛 特别受宠 因为头胎嘛 头胎 对 可是第二胎出来之后 传统就是说老大要让老二 那记录新出来了 对没错 那接下来后面如果又是老三老四 有些时候就看爸爸妈妈 有时候爸爸妈妈刚好闲下来了 就特别宠老妖 没错没错 有时候爸爸妈妈更忙了 那老妖就变冷落了 嗯 对那就是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的状况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难一样 那你说这个叫不公平或不公平吗 所以我才用一个比喻就是说 好像开车坐不同的位置 是是是 就是大家一起前进 但你必然是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所以不可能完全全然的公平 是啊 而且如果大家有教养过小孩 你就会发现 其实真的后面生的是真的比较可爱 因为大的慢慢 他就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个性 所以就比较不讨喜嘛 那小婴儿当然就比较可爱啊 对对对 对啊 那老大老二就要忍受这种 这种他的这个 本来被照顾的心被剥夺这样子 对 他们不太能适应啊 对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婴儿 大概一两岁是最可爱 对不对 就是还没有很成熟 话还不太会讲 我们自然会觉得说 你已经长大了 你可以多 你可以独立一些嘛 爸爸妈妈才有愉悦去照顾小的啊 对对 他们不 他们哪会懂这件事情 他们并不这样认为啊 所以这个人生真的是一条 这个很有意思的路哦 这样子 透过自己的学习碰撞 或者是透过这种 专业意识的咨询 能够让我们的人生 走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透过你这样的一个 这个作品这样子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 启发跟收获啦 嗯 郭医师讲一下你的粉专好不好 你的粉专也是蛮有人气 你都大概都是分享 类似这样的一个创作吗 创作比较少 其实我不太 没有很认真经营啦 是 可是我按赞数还蛮高的 那个是 因为那个好久 那累积好久 我才是 应该是上一本书的时候 按赞的 是是是 因为我 其实我也是在犹豫啦 不过当初 当初粉专主要是 写一些比较专业的啦 嗯 比较专业 或者说推荐书 是 对 推荐我看过的书 我真的觉得不错的书 然后可以让 让有机会 大家去回去 回去看这样子 那故事的话 平常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写 所以因为后来又要出书 所以故事可能 除非说出版的 不然 不然是不能贴在上面 哦 就不能先公开就对 对对对 因为 因为那个 版权的问题 所以 所以就比较少 所以可能会比较多 是转贴一些 未教的文章 对 或者一些 我觉得也比较柔性 可以传达一些讯息 也不错的东西 不过我很惭愧 我觉得我没有很认真 在做这部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这本书是 邀约之后 才密集的这段时间 去把它写出来吗 还是你平常就 一直有持续在创作 上一本书是比较 应该这样讲 我还没写书之前 我本来就会持续创作 那是我的兴趣 就是我还没写 《男人波及星》之前 我本来就会持续创作 那量就不一定 因为看生活 生活有时候实在是 有点蛮疲倦的 那后来 有出约的时候 第一本书写比较快 比较快一点 因为故事比较短 然后就写比较快 然后第二本书的话 其实这本书写了两年多 对 你看15篇故事写了两年多 一篇故事有时候写了 可能三个月才写完 就是慢慢写 所以写的量 这样应该不算多 应该算蛮慢的 对 但是因为有书约之的话 大部分创作就会专心在书上面 就有一点时间压力就对了 对 因为总是不能让编辑再焦虑 所以这15篇其实也是 等于是你常常碰到的一些 现实社会的一些 很多人生的一些问题跟缩影 然后把它整理出 这样的一个创作形式 这样子 对 就是经过整理 然后我在想怎么样写比较好 然后我会想比较多 比方说我要讲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故事要用什么样去比喻 然后里面又要什么 带点一些 带点一些精神科专业的东西在里面 我会想比较多 试着这样去写 每个面向都要有带到 因为毕竟你是精神科医师嘛 也不能只有纯文学创作 没有一点专业的理论或论述在里面 这样 对 因为以这个角色来出发写书 当然就是试着还是 带一点专业的东西回去给家人 所以像里面我就会有些 编辑有特意帮我把它抽出来 就是说每一本好像每一篇文章的最后面 会有比较硬一点的东西 稍微帮你做小总结就对了 那里面像有一篇 有一篇是在写怀孕的梨花 它在写父母亲的情绪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在研究说 小孩的包括未来的疾病的影响 其实在妈妈爸妈妈怀孕的长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影响小孩了 因为母亲的情绪 她的产生的那些荷尔蒙会透过胎盘 通过胎盘到小孩的体内 然后到小孩的体内之后 它会影响小孩体内荷尔蒙环境 所以这东西已经开始影响到大脑发展 所以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科学研究 但是这个科学研究是不是就会带给父母亲压力 的确会啊 因为妈妈以前我是生完之后才要担心 或者说以前我要担心 我不能吃什么 我不能拿剪刀 一些比较迷信的东西 好不容易现在破除迷信了 但是科学 科学又告诉我 我要注意我的情绪 我要担心什么 原来我怀孕 我的荷尔蒙会跑到小孩体身体里面 如果太焦虑太忧郁的话 他未来也会焦虑忧郁 对 这无形中又变成一个压力 所以我在讨论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该如何去看待自己这个角色呢 那我要不断的限制自己 从怀孕当下 我就要当一个完美母亲嘛 那其实我的结论是不需要 因为更这样去做 更用力的这样去做 你其实是更焦虑的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就说 你真的要给小孩最好的环境 或者足够好的环境 我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一个 完美perfect的东西 当然 我们只能尽尽我们的所能 所以这尽尽所能 第一个就是 其实就是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安事自在 没有那样的罪恶感 明白自己是已经足够努力了 然后再陪伴这个孩子 放松下来 可是有时候过度紧张也不好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他慢慢了解 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 会影响到小孩的话 他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敢看 或者是很多话都不敢讲 因为可能 讲出去的话 他就负面情绪影响到小孩这样 对 所以说其实有些那些是过犹不及 对对对 过犹不及 所以我觉得自在比较重要 然后自信比较重要 这样能信任自己 那些研究很多其实是没错 但是他 他都只是初步的研究 然后结果不是那么明确 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夸大 我们好像看了一边研究 就是说百分之百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其实通常并不是无词 他可能影响的机率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这样子而已 这个郭医师帮我们总结这本书 你希望给什么样的人看 我觉得一般人都可以看 当然第一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应该看 尤其这个世代的父母亲 对 那我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特别去跨世代的写 包含比较年轻世代 这个教养世代 就是太多书在教我们怎么教小孩 但是我们没有方向都混乱了 就像冰箱那一篇里面 他去找书 他找不到一本适合自己的书 他看不懂 有这个世代 那也有老一辈的世代 他用他的方式去带小孩 可是觉得好像被背叛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不同世代的父母亲 都蛮适合的 来看 所以你会面对流产的问题 面对夫妻之间的问题 面对空潮期的问题 种种 都适合去看 那如果再衍生出来的话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人都蛮适合看的 因为他里面环绕的大概都是家庭互动 几乎都是家庭互动 所以即使你不是父母 你还是小孩的角色 是 我很期待小孩子能去看这些 然后去明白说 原来父母亲是有这样的角度 或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感受 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说 他会去讲他的爸爸妈妈 但是很多都是 可能是抱怨 或者说他的确受了一些委屈 是 对 因为过去的传统教养 很多都是辱骂 然后用很多情绪语言 用讽刺的方式在带小孩 有时候我会试着让他们明白 可能你没有看见爸爸妈妈 其实蛮关心的某些部分 虽然说是关心变成有种压力的 那明白那是情绪语言 那最后就是说 那你有没有机会去 爸爸妈妈不了解你 没说 那你有没有机会去了解你爸爸妈妈 这是相对的 对相对的 你比较有力量 然后你比较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你比较了解自己 那爸爸妈妈那个时代 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资讯 那你有没有机会去了解你的爸爸妈妈 对而且以前他们没有所谓这么多教养书 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我们可以Google任何的知识 这样子 所以说会蛮 其实还蛮期待 就是孩子这个角色去 透过这本书 然后去试着对他们的爸爸妈妈 有不同的想象 或者说开始想要靠近爸爸妈妈妈一点 其实爸爸妈妈都离得远远的 过去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 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家庭还是一个很大的 重要的一个社会支持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看过太多 你如果家庭的力量不足的话 其实很难用别的社会支持系统去取代 你总会觉得还是空了什么 少了什么 就像一艘船在流浪这样子 其实很多船在海上陪伴你 你就是不能搏港 你不能靠港 你少了一个避风港的那种感觉 所以才会说 像蛋糕那一天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然后我们要去诅咒那个家庭 就认为说家庭是罪人 然后就彻底的把它抛弃掉 毁弃掉 在那个家庭还在伤害你的时候 的确是远离他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避免这个伤继续扩大 或更严重这样 对 因为如果伤太大的话 你未来可能没有机会去把那个伤抚平 但是离开之后 如果说有机会伤能抚平的话 其实你可以重新去检视那个家庭 看看你有没有再回去的机会 因为你还是期待的 很多人内心其实还是希望如此 所以所谓的离开 等于是只是暂时离开 暂时逃离那个环境 但是时间 随着时间的一些累积 或者是父母亲他也可能会成熟 或者是他也可能会体会到 他过去对做的这些事 可能对小孩是个伤害 当他愿意弥补的时候 你应该还是要给他机会 对 你说得很好 因为其实我们观察到很多 很多父母亲 应该说任何人 他都会随着时间改变 都是不断在改变 所以不改变之后 他会有不同的启发 不同的互动 那终究 大家并不喜欢孤单跟流浪 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觉得其实爸爸妈妈有在改变了 让我们是否仔细了解看看 然后去明白 很多事情可以再借由这样子的 靠近跟对话 慢慢就化解掉了 对啊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 很多父母亲也不是 准备好当父母亲 他就变父母亲 所以他也是需要学习 我们也是要给他一点机会 这样子 真的不是准备好的 对啊 很多都是年轻 用品都准备好 但父母亲都准备好 对啊 很多都是年轻 不小心有了 他就突然变父母亲了 对对对 所以这本书其实还蛮适合 推荐给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都适合看 对我是觉得有机会 父母亲是绝对希望他们能有所收获的 然后有机会的话 小孩子啊 身为孩子的这个矫正 如果能看到更好 好今天非常谢谢郭彦宁医师 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二本书 《拥抱脆弱》 然后保评文化所出版 好谢谢郭医师 感谢郭医师